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值占比也是这几个提醒里面最低的 但是的话呢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尤其是像咱们要考七乍八乍的同学来讲的话呢 咱们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需要做好每一个细节 就像那句俗话说得好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对吧 那细节决定成败 那尤其是像这种小的提醒的话呢 更要注意起来 那有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 可能就差这么一分两分 就能考七乍八乍的成绩 这个时候那么这些小的提醒 分值占比不高的提醒 它们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 然后像这个提醒的话呢 那么它只有一分的内容分 没有发音和流利度的评分 所以说那么你回答对了这个单词 那就拿到整个一分的内容分 如果回答错的话呢 那就没有分 它不会有倒扣分这么一个机制 考试的时候的话呢 一般是有十个小题左右 OK 然后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个提醒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它的这个题目的这个形式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Test 1 Answer Short Question Page 23 1 Which section of a train timetable will tell you what time your train leaves? OK 不知道大家有听懂没有啊 然后那么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 那我听得一头雾水了 那我都根本听不懂这个问题 它到底是在问什么 我们更别说是去回答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要学会怎么样去听懂 Answer Short Questions 这个题的问题 它到底是在问什么 对吧 我们的解决办法 就是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 抓出这个题目的一个nature 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那么什么叫做一个题目的本质呢 我们再来看这句话 我们再来听一次 Test 1 Answer Short Question Page 23 1 Which section of a train timetable will tell you what time your train leaves? OK 然后像这句话里面的话呢 大家注意哈 我们一般如果碰到这种特殊疑问句的话呢 那就是由这种特殊疑问词引导的特殊疑问句啊 比如说开头是 Which What Where When How Who 等等等等 像这种题如果碰到的话呢 那我们尤其要注意特殊疑问词后面的那个单词到底是什么 然后这个单词的话呢 往往就是揭开了题目的本质 它告诉你了 你的答案到底应该是跟什么相关的 比如说像这个题 那么特殊疑问词是Which 它后面紧跟着出现的单词是section 对吧 部分 那这个题的答案就应该是跟一个部分有关系的一个词汇 因为它问的是Which section 到底哪一个部分吗 所以答案一定是跟section这个词有关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脑海里面提取出关键词section 然后再往后听 Test 1 Answer Short Question Page 23 1 Which section of a train timetable will tell you what time your train leaves? OK 我们再把后面的关键词抓出来 Train timetable 火车的时间表 或者说列车时刻表 再往后走 Train leaks 火车离开的时间 那么根据这三个词组 我们把它结合起来 那么其实你大概应该已经猜到这个问题是在问什么了 对吧 那么列车时刻表 那什么部分体现了列车离开的时间 对吧 我们通过这三个关键词 就能把这个问题到底是在问什么 就给弄明白了 因为我们抓住了题目的本质 所以说那么列车离 这个火车时刻表上 体现火车离开时间的部分叫什么 就是离开时间 翻译过来就是 Beparture OK 所以答案就是一个单词 Beparture就OK了 好 我们趁热答题 再用这个办法 我们再来听一道题来试一下 2 What do we call the list of steps 它又说了什么呢 2 What do we call the list of steps that tell you how to put something together OK 后面又说什么 Put something together 我们把它结合起来 那么 关于这一个步骤的这个清单 它是教你怎么把一个东西组装起来 那么这个步骤的清单叫做什么呢 那我们去想一想 如果我们去超市啊 或者说我们去宜家 买一个桌子 需要你自己拼装起来 那么它就会赠送给你 一张小纸 或者说一个小本子 告诉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拼起来 这个本子 或者说这个纸 就叫做说明书 对不对 所以答案就是instruction OK 所以只要你抓住了 这些特殊疑问词后面的 这些题目的 它想问的这个问题的根源 它的本质 那么这个题 我们基本上 就能大概猜到 它到底是在问什么 我们再往后再听最后一题 3 What do we call the meeting where an employer asks a potential employee questions about their work experience OK 所以这个题它说的是什么 What do we call the meeting 所以答案就是一个 跟meeting 跟会议相关的单词 结合到它后面说的东西 那employer ask potential employee questions 雇主问潜在的雇员问题 关于什么问题呢 about their work experience 关于他们工作经验的问题 那么像这种场合 那我们应该是想象到什么 面试对不对 所以答案就是 跟会议相关的这个单词 面试 interview OK 所以这节课 我就想告诉大家 我们如何 在不需要听懂 每一个单词的情况下 把这个问题 能听懂它 到底是在问什么 并加以回答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answer short questions 这个问题了 OK 那么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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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